欢迎收看小高电影音乐晚会彩排现场 香港功夫巨星成龙 见到了巴黎奥运会冠军全红蝉和樊振东 立刻进入夸夸模式 大赞两万奥运冠军是中国人的骄傲 还热情握手加上鼎礼膜拜 9月22日举行的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 成龙大哥将和奥运冠军全红蝉 樊振东等一起合唱大中国 在晚会开始之前的彩排中 成龙大哥见到了奥运冠军全红蝉 70岁的成龙一见到17岁的全红蝉 马上眼前一亮主动走上前去和红姐打招呼 只见成龙一把握住了小红的双手 连声说道 偶像 偶像 你是我的偶像 弄得小红都不好意思了 连忙回应道 不不不 你是我的偶像 成龙大哥直接双手向下垂下 对着全红蝉做出了顶礼膜拜的样子 更是把小红弄得不知所措 连忙也以同样的动作进行回礼 随后成龙大哥将全红蝉搂在了怀中 小红也十分自来熟地依偎在成龙的怀中 成龙笑着称赞道 太厉害了 随后成龙当着所有人的面 冲着全红蝉竖起了大拇指 成龙说道 中国人的骄傲 随后成龙情不自禁地再次向全红蝉 深深鞠躬 膜拜起来 樊振东原本正在一旁吃瓜 结果突然有人介绍自己给成龙大哥 樊振东马上一脸尴尬 成龙紧接着又开始膜拜他了 把樊振东梦得十分害羞 面对成龙大哥的膜拜 全红蝉和樊振东也立马回拜 成龙表示 为国家升国旗是我一辈子的梦想 我做不到 你们做到了 阿乐的偶像们同框了 随后成龙还和全红蝉 樊振东 刘青衣 龙道一等奥运冠军 合影留念 合影中成龙也是将全红蝉搂在了身边 真的是把小红当成自己的公主一样宠爱 对此 王傲们纷纷表示 东 汉流加倍了 大哥东哥红姐也是爱意分明了东哥 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是吗 怎么办 这个拜是啥意思啊 给俩孩子吓得哈哈 可可爱爱 东东东哥 咋办啊 他要过来了 大哥面前蒙宝一个给东哥整不会了 哈哈 胖 尴尬又不识礼貌的微笑 好扎实的拥抱 汉流加倍的胖东